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我們來挑戰五分鐘完成冷泡咖啡 那大家如果看過學長的影片的話呢 都會知道說冷泡咖啡其實這幾年 非常風行的一種做冰咖啡的方法 因為它實在簡單 而且能夠表現咖啡的原味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喝過冷泡咖啡 或是沒有做過冷泡咖啡的話呢 今年夏天一定要試一下 不然實在是有一點點落伍了 但是冷泡咖啡的問題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像這種冷泡瓶雖然它很方便 只要放粉、放水、浸泡時間 大概一個晚上我就可以做出很好喝的冷泡咖啡 但是就是你要提前做 而且時間是比較長的 這是大家可能比較忙碌的 程式人的一個通病 就是我忘了做 明天就沒有咖啡可以喝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講 如何五分鐘之內搞定冷泡咖啡 那我們使用的器材就是這個Veg One 專門做冷泡咖啡的一個新的機器 好 那我們先來做 首先是咖啡粉的部分 用32克的咖啡粉 那磨呢 磨得稍微比較細一點點 我今天是用的是BARASA大概是8到9之間 大概是我平常磨卡圖的研磨度 好 那把它倒進去 OK 好 全部倒進去 然後稍微把它 拍平就行了 然後第二部分呢 就是用一點點熱水 用大概90度到100度之間的熱水 不用多 大概50cc隨便啦 然後大概就是讓我的粉 簡單的繞兩下 讓我的粉吃一點水以後呢 然後拿你的攪拌棒 然後開始攪一下 稍微讓我的粉都吃到水 這個部分呢其實沒有什麼技巧就是 稍微讓粉跟水有接觸到就行了 你也不用很care說 要怎麼攪 沒有什麼太多的難處 就是可以看到 我也是大概蠻輕鬆的攪一攪 好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順便開始計時了 然後攪完以後呢 放冷水 好 直接放冷水 然後也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直接放 放到400cc的部分 這邊機器上面有一條線 最高的線就是400cc 好 放到最高處的部分呢 然後開始攪拌 稍微讓我的所有的粉 都吃到水 就完成 我們的前置作業了 然後呢 待會等大約4分鐘到5分鐘 就可以喝了 OK 非常的簡單 好 那這個過程之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形式 那這時候我們大家來了解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5分鐘之內 就可以把這個冷泡咖啡搞定 首先先跟大家聊一聊 冷泡咖啡為什麼要泡12小時那麼久呢 原因再來是 它是在一個極度低溫的環境 冰箱的溫度大概是6度左右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低溫代表說我的 咖啡的萃取率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我需要很長的時間 我們才可以把咖啡的風味泡出來 但是相對我們來想一想 如果我是在高溫的環境之下的話呢 其實我們大概2分鐘左右 就可以把咖啡的所有風味都做出來了 所以可以想到 溫度對於整個風味的萃取的影響是要這樣大的 那冷泡咖啡呢 我們同樣是用這個Veg1 但是它的溫度呢是室溫的水 剛剛倒的是大概室溫的水 那室溫的水大概就在30度上下啦 那30度的水其實比6度C的水呢 它實際上它的萃取率其實已經高一些些了 這是第一個可以讓時間縮短的要素 然後第二個要素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它的攪拌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利用的攪拌棒 強迫我的粉進行一個吃水的狀況 那這個動作其實對於咖啡的萃取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如果各位在做手沖的情況之下呢 那個水還是流動的 你每次攪的時候水都流掉一些 所以它的風味影響還沒那麼大 但是這種浸泡的呢 因為它整個水跟粉都整個在我水底裡面 所以我經過一攪 它的風味就會大量的湧出 而且這個水是不會流動的 流出的萃取的風味就會更顯著 是第二點佔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因為我有做攪拌 然後第三點是關於研磨度的部分 那我們都知道嘛 如果當我研磨度調到極細的時候呢 其實我的沖煮時間是可以縮短到很短的 像譬如說學長的一刀流 平常我可能用小布是五 我可能是沖普通的咖啡 但是如果我用到一刀流 可能只要一分鐘左右我就可以沖完了 但是我研磨度可能會用到二或是三之間 就代表說當我的研磨度調到很細的時候呢 我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萃取的效率 讓我的時間整體縮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三點就是 我剛剛使用的是比較細的研磨度 讓我的萃取的狀況也會增加 然後還有第四點也是目前 主要Vac-1這個冷萃機 它主要提供的一個優勢 就是關於壓力 壓力這件事情本身呢 它可以讓我的咖啡粉 有點像是被擠壓一樣 把咖啡裡面的水擠出來 這個時候很多的風味物會被帶出來 就像各位常常聽過的 愛樂壓啊 或者說像義士機 它其實都是一種壓力的系統 利用壓力讓吃飽了風味的水被擠壓出來 那Vac-1它其實就是利用的是什麼呢 是用負壓 什麼是負壓 就是當我把我這個下壺裡面的空氣抽出去以後呢 我裡面的壓力就是負的 所以這時候呢 上壺的水就會被吸到我的下壺裡面去形成一個 類似壓力的一個狀態 會不斷的循環 空氣出去水被壓被拉下來 那這種狀況就是有助於我咖啡的萃取 OK 好我們現在的時間來到4分20秒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按開關 把剛剛說的負壓的事情啟動 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Vac-1它就把裡面的空氣抽出來 然後同時間呢 上面的水就會從上壺裡面被抽到下壺裡面 然後流速很快 這種情況之下就會形成出一種類似於擠壓的一種狀態 把我咖啡裡面的風味霧呢 像用抽的一樣把它抽出來形成 讓你的風味會更飽滿 然後呢萃取效果會變得更好 然後大約可能二三十秒就抽完了 然後抽完以後呢 稍等一下的 然後全部乾淨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開關 按掉 然後這個時候 剛好五分鐘 好我們的這一口杯 冷泡咖啡就完成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 來把咖啡呢 加到我們的冰塊裡面 咬一下 加到冰塊裡面 然後讓它的冰度呢 跟水粉比調到一個更好的狀態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我在設計的時候呢 我大概是用三十二克的粉 然後加到最高的條線 大概是四百CC的水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 我如果稍微再加幾塊冰塊 讓它的冰度提升之外呢 我的濃度還會再降一點點 大概到三十二克的咖啡粉 配四百CC的水 這個情況之下大概是1比15 就跟我們平常喝的手沖的濃度呢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好我們來喝一口 那這些參數的 組合呢 其實都代表著一些 我們對咖啡知識的一些延伸 包括研磨度 增加萃取率 包括我們的溫度 它可能會降的萃取率 但是我們仍然是一個 比冷泡更高的溫度 然後第三個部分呢 是關於攪拌 第四部分呢 是關於壓力 這幾個部分 這四大元素 結合在一起以後呢 就能夠讓你的 咖啡可以在五分鐘之內 就完成冷泡咖啡這樣的任務 其實非常的有趣 那如果剛剛四項參數呢 大家有一點理解的話 就可以思考一下 譬如說如果我沒有Vegg One 我們只有這種 冷泡器材 那我如果想要減少它的時間 我也可以可能可以考慮 一 剛剛說的可以用攪拌 粉下去的時候先攪一攪 或者是第二部分 我也有可能說 我先放一點熱水 像學長剛剛這樣 先放一點熱水 讓我的粉跟水呢 先有一點點濕水 有更好的萃取效果 然後再把它再補冷水 再放到冰箱裡面 這些邏輯呢 其實無論是Vegg One 或是這種冷泡瓶 它都是適用 都是通用的 所以各位可以來思考一下說 在我們使用技材的時候 如何利用這些參數 去調整我們的時間 譬如說你今天 你冰箱可能是泡12小時 但是因為你今天 實在是沒有這麼多時間 你可能只有6個小時的時間可以泡 那就可以考慮啊 我研磨度調細一點行不行 然後呢 我能不能前面先用熱水 或者說我能不能先用一攪拌棒先把它攪一攪 讓它萃取率 可能你的風味也可以 輸短到6個小時 那當然 這種器材 畢竟它還是沒有像真空負壓這樣的擠壓作用 所以最後一段它可能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但是仍然可以去 符合這樣我們的設計 OK 那以上呢其實就是冷泡咖啡的一些觀念 以及如何加速我們冷泡咖啡的萃取 如果各位還有對冷泡咖啡有任何興趣 或對Vegawire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想再跟大家聊一聊冷泡咖啡怎麼做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